武林峰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五季 斯维加斯 我们俱乐 秋天充满肃杀折藏的气息 季节更替 生死轮回 不知道这是寺院的第几个秋天 在这个寺院里 一切有生命之一 一闻一无 一内一外 一动一静 一离一行 一身一心一行一意 佛的话往往要用一生去感悟 我把一生 身体被黄金的时段 爆发在内排的这一刻 而每一个爆发的瞬间 都是我生命的缩影 我用血汗在沙场上继续地修行 哪怕再次踏上远方的路 碰上巨大的挫折 我都会坚强面对 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我是一龙 我准备好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we go with three rounds of milling action WCK vs Woodland Club In the blue corner Weary Green Weighing 165 pounds standing 548 age 32 Fighting for Sadat Jam in New York City His record stands at 55 with 23 losses Just one draw 47 of his 55 wins coming by way of knockout This man leads to the WCC Muay Thai U.S. National Champion I give you Cyrus Black Game Bites 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 金星啤酒 冠名的武林峰 这里是WRF 环球拳王争霸赛 决战上 这要是第五季的比赛 接下来 让明显人 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武生 伊朗 And in the red corner wearing yellow 265 pounds age 26 Direct from Shanghai China Pitch record 35 23 Draws Prepare for the Warrior Monk Yi Long And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for Satangshin in New York City His record 55 and 23 Introducing Cyrus 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 伊隆 伊隆 这是 福利第一次 在美国比赛了 那么伊隆 美国有三天 平均每天 因为时差的关系 只剩三个小时之叫 所以他现在精神 不是特别的好 尽管如此 让我们掌声 欢呼声 鼓励 武僧 伊隆 比赛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 现在 是WF 环球小王争霸赛 决战 拉斯维加斯 第五季 伊隆 同这个 赛斯 华盛顿的比赛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说伊隆 这个开局 给对方一种 心理上一种震慑 主持人 过程中 已经向观众朋友们说 这几天来 伊隆 由于是他的关系 每天休息不是很好 我们在赛前 今天下午 还看到他 也有在 酒店迷你吃糖天 他在 不是说在 消除自己的 这种紧张 而是在调节 自己的心理 像伊隆 这种打法 可以说是 赛斯华盛顿 是第一次见到 因为赛斯华盛顿 曾经购得过 WMF的 世界冠军 而且是 WBC的 超重量 比赛当中 目前在 美国排行第一 赛斯华盛顿 刚才转向了后灯 因为我们知道 武森伊隆 他在比赛里面 他的竞争 竞争 并不是特别的快 而且他 出城的打法 又不是我们 竞争 可能见到的 你看 赛斯华盛顿 自己的转 我感觉动作 都已经打空了 这个机会的把握 现在伊隆 可以说是完全控制 场上的一种主动 现在 在华盛顿 开始反击了 开始反击了 武森伊隆 又是利用一个 逼扫 今天可以说是 再次华盛顿 在想 武森伊隆 这种打法 确实比较怪异 我很少见到 他这种比赛的 节奏和打法 赛尔哈盛顿 现在越来越 和这个 武森哥在打 他慢慢找到了 一种感觉 前手拳 这个低少的杀张力 这个武森伊隆 低少的杀张力 第一局已经倒计时 伊隆也说 在美国比赛 不是他Q我 就是我Q他 这是武森伊隆 第四次来到 美国大增加资 第一局比赛时间高 看看 武森伊隆的低少动作 这开局的低少水 开局非常好 武森伊隆 后直拳 前手加后直 这是 在花生顿 很难得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后半阶段的 一支 如何进攻的动作 来 关键 观众朋友 老白亚 富函 小王冲八赛 决战 拉斯 雷加斯 第五季 武森伊隆 同 在四伙伦的比赛 第二回合开始了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呃 古森利用 利用他的低少腿的动作 比如说在花生顿有许多的不适应 那么打到第二回合现在 在花生顿也现在有意识的加强一下进攻的 呃 进攻的节奏是有的 但是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战术 武森伊隆的低少腿就像一个钢板 非常有力 双方的进行音乐队对不大 但是招招建设 现在我们看到在花生顿刚刚 现在 武森伊隆浸身了浸身了 和在花生打空 展示后跟铁打空了 反而现在武森伊隆抓住机会 哈哈 不过现在 在花生顿也有一些意识的加强 比低少腿的支撑的力量 嗯 但是 武森伊隆的扫腿动作就是很就是凶 实际现在 呃 这个伊隆呢 在扫腿的同时要加强全豪的地方 在少找的顺便过程当中 我可以有出强的动作 哎呀 刚刚来看武森伊隆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 今天伊隆就拼了 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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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完了 现在是一种没有拳法跟上 已经倒计时 第二回已经倒计时 第二回合时间倒 打到第二回合 我们已经看到 今天的武僧一龙状态 不是特别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导师差 这几天没有休息好 三天的时间 他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的 时间他睡不着 不是他说他紧张 而是因为导师差 出现这个 生理上的一种反应 这双方在第二回合的精彩技术中的 慢放一个接腿栓 因为在对方后蹬的时候 漏出很大的破绽 在接触腿之后 一个地扫 就要倒在这围绳上 前手拳 您现在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李维埃拉酒店的会展中心 今天带来的是武僧一龙 从塞尔华人们的第三回合的比赛 你看看武僧一龙 他的出腿的动作 尽管武僧一龙 出腿出拳 不是很多 但是波具杀伤力 有很强烈的这种侵略性 现在使得这个塞尔华人们 在跟着这个一龙在走 他不能把比赛节奏带起来 就打得显得非常的被动 现在可以说一龙在控制着比赛 我知道塞尔华人们 现在是WMF的现役世界冠军 而且是WBC的超重量级的 美国目前排名第一 今天让武僧一龙 好好的对他进行一种教育 现在我们看到 在华人要进行反击了 要进行反击了 现在一龙要注意要注意 提高警惕性 哇 一个转身后拳踢 好在武僧一龙接近之后 给他破解掉 现在一龙要加强进攻的 对力量和节奏 要控制着比赛 要压这个对方 要压这个对方 不要让塞尔华人们出动 我对 今天一龙是 拼了 拼了 你先进攻 要的转身动作 又要的转身 动作 这真不是有益的 真不是有益的 看看转身的慢动作 这样的话 武僧一龙就要被扣出一分 刚刚场 开半告诉三个天才 这样的一龙 由于犯规动作 那么被扣出一分 这一龙 那只能什么 那我只能不停的进攻 K-O-N 这样的话 在华人们也来进了 这个乱打当中 乱打当中的希望 这个乱 乱攻取胜 比赛时间到 比赛时间到 是最后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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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ree judges for this fight 29 27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伊朗 今天跟那队手打的时候 第一回合啊 我这后手拳啊 命中率他很多次很多拳 但是呢 我没有看他的晕 他没有倒 因为呢 我拳打到他身上之后啊 这个拳呢 没有力量了 因为这谁没有打沙袋 这个骨头啊 不结实 所以如果是我 这时间打沙袋的话 正常训练的话 我感觉第一回合 有机会